继续要带你来看展览的消息 这是盛嘉明家园联合艺展 今天上午在文化局来开展 而作品是由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的黄中仁先生 以及中心的学员一起展出融化还有水彩化的作品 而学员们虽然身体有一些不方便 但经过老师的指导之后 也进入艺术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发挥空间 行动都要靠电动轮椅的黄中仁 因为一场意外几乎成为植物人状态 经过长期医疗修养住进完山疗养院 虽然手无法灵活握笔运笔 但再怎么辛苦用手肘夹着笔 也要完成一幅幅的油画作品 看着黄中仁进入彩色世界过程艰辛的 社会处长黄龙冠 希望用他的故事来鼓励更多人 后来在我就鼓励中仁说中仁你想不想继续画画 他说好我想试试看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一个范骨的故事 范骨在他的人生的晚年 是在疗养院度过的 我说范骨已经死掉了 我们可不可以来再成为第二个台湾的范骨 所以我们在99年的时候 帮他办了第一次画展 那办出画展之后 终于找出他人生的一个兴趣出来 于是他很认真的这三年来 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然后又很努力的把这么多 你看到他精彩的画作 不只是黄中仁的油画展 盛家明彩绘我的人生画展 还有中心学员的水彩画作品 指导老师程式中描述教课过程 虽然学员不按牌理出牌 但最终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彩色世界中更有意境 我在教这边的小朋友的时候 本来有压力 不知道怎么教 相信你们也会认为不知道怎么教 当上了几堂课之后 发现很好教 因为你画什么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他会画他自己的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跟纯真 他们的作品是很直接的 可以说是原创 不受我的影响 所以这边的作品是从一两百张里面 所挑选出来比较完整的 但又有十百作品 那这边都是具有装饰性跟艺术性的 盛家明家园联合议展 今天上午在文化局开展 一直到1月13号结束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翰 曾博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